嗨!我今天要來試吃明月蛋糕 因為我現在肚子裡面含滴滴啊 滴滴雖然是男生 可是我們這次可能考慮還是要送蛋糕或者是餅乾禮盒 因為如果是送油飯的話可能還要挑時間 就是可能因為還有加熱的問題 所以油飯的部分呢我雖然也有做考量 可是這次我們比較希望還是送蛋糕或者是餅乾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做試吃囉 我今天要試吃的這一間是這個 法國的秘密甜點 就外觀上來講我覺得它是Top 1 因為它黑色金色的造型看起來是非常有質感 收到的人應該覺得好落心喔 怎麼那麼有成績啊 那我現在加了試吃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試吃的口味是 諾曼蒂牛奶蛋糕 第二個我們要試吃的是這個小茶栽糖 它的裏袋就是一般的紙袋 它的外型就是擋這樣 就是比較簡單、甜癢的 不過我還是覺得 剛剛那個黑色金色的造型看起來是比較特別 然後我們選的口味是 烏龍茶卷 對 好 這個也是等一下來試吃看看 然後第三家要試吃的是這個 凱莉小姐 也是在網路上好像也是蠻有名的 有一間紙袋蛋糕店 可是它不知道是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外包裝的袋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外包裝的袋子長什麼樣 那這樣子就也沒有辦法比較這部分 那海莉小姐今天我們要試吃的口味是 黑絲綢蛋糕巧克力的 好外包裝的部分就先到這邊 我們來試吃看看 嘿哈囉我是老師 我回來了 現在就是我們的試吃時間 剛剛整理一下 我們今天要吃的三家的蛋糕 和我附一些敏煙 然後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貼心 就是法國的秘密甜點 它還有這個完美切蛋糕教學 我大概跟你們說明一下 它就是有兩個切蛋糕的方式 A的方式就是呢 用它附贈的蛋糕刀切 表示它的蛋糕刀應該就是 專門切它的蛋糕 避免來回去切 直接壓下 意思就是說壓下去 它就可以一次斷掉那種切 可是如果是用你自己家用的刀具切的話 建議你把刀子浸泡 熱水5-10秒 然後擦乾過後的刀子熱熱的 然後再用刀子 維持溫熱的時候往下滑 我覺得這個很貼心耶 因為你有的時候沒有切好 蛋糕就碎碎臭臭 然後請別人吃 有的時候也滿不好意思 所以這還不錯 只是貼心小精神 那我現在就要來切蛋糕囉 綿密的蛋糕 中間這一層應該就是它的牛奶 內餡 這是它附的塑膠刀 這是它附的塑膠刀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壓下去就不要來回去 一次完成 哇 漂亮的剖面耶 果然它附的刀子是專業的 我切好了 你看它的剖面是不是很整齊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 直接用它附的蛋糕刀來切 一刀切下去 超完美 好我們現在要來試吃 我切了一小塊 看看是不是很美啊 這個叫做 諾曼蒂牛奶蛋糕 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大大小小的獎 它得過很多獎 它的原料都是來自於法國頂級的原料 像銘魔林佳琪啊 資深藝人陳鮮梅啊 他們的彌月蛋糕都有選用這一間 的叫做 諾曼蒂牛奶蛋糕 所以我現在其實充滿期待 我要來試吃 切 它的蛋糕體是非常暖嫩的 而且它建議就是 冷藏過後就要兩到三天把它吃完 我覺得 我已經冰了其實也已經兩到三天了 它完全沒有讓你感覺它 就是水分被吸乾的感覺 還是暖暖嫩嫩的 然後很濕潤的口感 然後中間的內餡來試試看 微微甜甜的 不會讓你覺得太膩 這個可以吃很多片耶 好好吃喔 瞬間就快沒了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那個 產品介紹啊 它能夠那麼暖嫩綿密 秘訣就在於它是使用法國的 諾曼蒂鮮奶油 所以它的名字才叫 諾曼蒂牛奶蛋糕 好就可以再吃一塊了 我再吃一塊 這是它的刀子 側面來看一下 看這次會不會成功 輕輕的壓下去 不要來回動 將~~ 是不是很美 成功率百分之百 我太厲害了 哎呦 我現在再吃一塊 好好吃喔 好啦 第一個諾曼蒂牛奶蛋糕試吃完成 看起來很平凡的蛋糕 其實它是低調的美味 第一個就這麼好吃 好我現在要吃另外兩個了 第二個要試吃的就是這個 凱莉小姐的黑絲籌巧克力蛋糕 會選這個蛋糕來做評比的話 是因為我覺得凱莉小姐這個創辦的 實在是非常勵志 就是看照片覺得它年紀輕輕的 其實它在2013年的時候 就創辦了自己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一開始只有三品 到現在其實它們有超多分店 我記得 師大店 SOGO復興館 微風 然後新毒巨城 然後還有台中美術店 超多分店 竟然這麼厲害 我們來試試看是不是口味 是這麼厲害 好 好 我一樣放一片在小盤子上面試吃 為了呢就是要清潔一下我的口腔 我準備了一瓶氣泡水 自己剛剛打的氣泡水 我要清潔一下我的口腔 就是吃起來會比較公平一點 好啦看一下這個 剖麵的部分 它除了巧克力鮮奶油跟巧克力蛋糕 中間好像還有一些內餡 是什麼內餡 看一下 這個是巧克力爆米花 它很有創意的 在最中間的地方加了一些巧克力的爆米花 還蠻特別的 好 然後呢它是使用那個 63%的法國滴肌 黑巧克力 這點有吸引到我 嗯 還不錯吃 可是呢 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三個蛋糕是一起寄 同一個時間寄來的 它的保存期限的話 對它也是冷藏保存三天內使用完畢 可是它的那個 海綿蛋糕的部分相對有一點點 比較吸乾了 就是它的那個 海綿蛋糕有一點乾掉了 但它的那個巧克力的口感還是不錯的 巧克力鮮奶油的部分很好吃 然後它中間有加一點巧克力口味的爆米花也算是特別 但比較可惜就是它 剛剛被我輕輕搖晃了一下 它的上面的絲綢有一點破掉 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 巧克力海綿蛋糕的部分 可能因為我冰了三天 其實我都是裝在盒子裡面 但是它有一點點 有稍微那麼一點點的 有點被風乾了 所以還是 嗯 海綿蛋糕的部分就是還有 搬家強 個人覺得 不然就是拿到的人 可能要進場吃掉 然後 我覺得厲害是它中間加那個 爆米花 它可以 占低它的那個膩感 因為其實巧克力蛋糕很容易吃 一兩天就不想吃了 然後它是63%的巧克力 所以不是這麼的肥糖甜 大概有一點甜 苦甜苦甜的 可是還是有一點甜 呵呵 然後不知道怎麼發 然後另外我覺得 這樣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做低糖 減糖配方 這樣低百分是20%糖 但我吃起來還是覺得有一點點 好 我們來吃第三個吧 將 我第三個要試吃的是 這一間小茶摘糖 那我現在就要來試吃這個 黃之烏龍茶捲 回味一下 將 這是我第三個要吃的小茶摘糖的 黃之烏龍茶捲 我現在要來把它切開來 OK 我現在要來切開來看看 那因為它沒有附刀子 所以它的部分 我就拿我自己的刀子來切囉 將 我的蛋糕刀 我剛剛有在確實地找一下 盒子裡面的確實沒有刀 沒關係 我們家有刀 只是不知道會不會失敗而已 我現在把它切開來看看 好嘞 我一樣準備一個小盤子 然後把剛剛的 蛋糕切片放到小盤子上 我要來試吃看看 吃之前一樣先束口 黃之花烏龍茶捲 它是蛋糕 它的蛋糕 排名蛋糕 第二天一樣 有一點點 風乾掉 不知道是他們本來都有蛋糕套吃還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 就是沒有第一天的蛋糕來那麼黏膩 但是茶香還是很OK的 還可以 它說 黃之花的花語就是 花朵淡雅 花朵淡雅 芳香清爽順口的奶油 膠織出動人的樂章 沒錯 它的鮮奶油是還不錯 然後它的 你看它的鮮奶油 就是有一點一點的 這一點一點的應該就是 烏龍茶的部分吧 好一個花 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的寒鹽蛋糕 比第二件 巧克力蛋糕 還要更柴一點 所以 應該收到這個 蛋糕的時候 要拿上吃 那我這個 保存期限一樣是 冷藏 三天內要吃完 冷凍可以放七天 我想它今年應該不會 被我們入選 因為可能 我們放到這三天才吃 它有點柴掉 好吧 黃之花殘念 今年我們又不能選你了 吃完三家蛋糕過後 我要來一點心得發表一下 我稍微了 來整理一下 我剛剛第一間吃的是這個 法國的秘密甜甜 然後是諾曼蒂奶油口味的蛋糕捲 然後第二間是 盒子不見了 第二間是這個 凱莉小姐黑絲綢蛋糕 就是有63%黑巧克力的 然後第三間就是這個 小茶摘糖 黃之烏龍茶捲 那我個人覺得 三間的整體總分數 最高分的是哪一間呢 就是 法國的秘密甜點 我必須得說 它的蛋糕 那個海綿的部分 它保存得非常的好 就是 同樣三天內 冷藏三天吃完 冷凍七天的這種方式去保存 然後我覺得呢 他們的蛋糕是 還是很綿密的 所以它還是有它厲害的地方 再來第二點 我覺得它勝出的地方 是它的外包裝 它這個袋子 這個黑色金色的袋子 媽媽們都會喜歡出門購物 不要帶太低紅心 小小的袋子就是可以這樣子 拎出去就會買一點小 小點心啊小菜 就可以重複使用 環保 不錯 然後呢 小茶最常的是紙袋 可是它的紙袋比較大 就是比較實用性比較小 給你們看就是這個啦 也OK啦 可是就是 大紅色 比較不會提出去 但是送的也是蠻大方的 OK啦 紙袋 好 這樣的話我就覺得它的 底袋是有比較多的 然後另外一間的那個 凱莉小姐她的四式蛋糕 沒有附大紅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比較 然後呢 另外一點 除了蛋糕本身的口感 我覺得第一間比較好 還有它的外包裝之外 還有就是 一口味上來講 我覺得茶跟黑巧克力 比較會有一些人 不一定可以吃 然後呢 這一間法國的秘密甜點哪是 牛奶蛋糕 我覺得應該是老少賢女 老少賢女 就是老人也OK啦 然後孕婦也OK啦 小朋友也OK啦 小朋友也OK啦 因為有些小朋友 不能吃巧克力一分茶 所以這個部分要烤進去喔 然後另外我剛剛看了一下 價位的部分 嗯 法國的秘密甜點呢 就是這還沒有談說幾條啊 然後呢 它的單價是299 可是如果你買25盒以上的話 就變成249 這是在官網上面的價格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另外的那個 凱莉小姐的話的黑絲綢蛋糕 就是四次價300元 原價380 所以如果說你們一月四次的話 一條是300塊 那 有沒有幾條以上多少錢的話 應該就是要另外詢問一下 他們的廣報讚 然後最後一間這個小茶摘糖的價位呢 單條就要439 對 然後 四次價的話上面沒有特別說 所以可能就是要自己打電話去問問看囉 所以以CP值上來講呢 讚啦 法國的秘密甜點你又贏了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第一個會被我們低調的 應該就是小茶摘糖 因為它的價位比較高 然後呢 就是它剛剛我試吃的其他 它的那個蛋糕 海綿蛋糕的部分就是 有一點彩掉了 然後比較可惜 然後凱莉小姐的話 因為我們這次吃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雖然也蠻好吃的 但是呢 以它的那個 外面這個海綿蛋糕比起來的話 還是輸給法國的秘密甜點 這點比較可惜 或許可以參考它其他口味的蛋糕 可能小朋友比較可以吃的口味 好 今天的試吃就到這邊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還想要看我試吃什麼嗎 如果有的話呢 留言給我吧 雖然我知道不見得了 有人會留言給我 還想要看我試吃什麼 你們給我一些意見吧 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